替代液已經成功領16天的心訓中 通常第二天都會安排尿液檢驗 因此早上6點多集合吃早餐的時候 隊長們就會一直提醒大家 糖跟水多喝一點 先不要去上廁所 否則尿減不出來就完蛋了 但我當時就已經很想尿尿了 所以我只喝了一碗豆漿而已 順帶一提 成功你最好吃的就是早餐的饅頭配豆漿啊 純手工製作的饅頭 攤壓而且充滿了水分 咬在嘴裡瞬間香氣勢散 再配一口香醇滑順的豆漿 呃啊 在成功裡少數的幸福時光啊 這太遠了 吃完早餐後 我突然很想到大便 可是學長說了一聲後 就來到了南側 但正當大豬小豬落浴盤的時候 我突然來了一個感覺 好像尿尿 我思考了一下 吃完早餐後通常是訓練或是掃地 尿減應該沒那麼快吧 應該有足夠時間可以再擠尿 於是幫自己找了個好藉口的我救 啊真爽 憋了一個晚上的尿 終於解放了 解決後我就踏著輕快的小睡部 回到了飢餓的教室 所有人回座位做好 待會準備開始進行尿減 OK 我完蛋了 這也太如風接軌了吧 我現在膀胱完就是空的啊 尿減居然在我剛尿完就開始了 於是第一小隊立刻被交出去 一人發一個透明塑膠杯 引擎到廁所拿杯子裝尿 我心中的大信是 我們是第四小隊 還沒那麼快輪到我們 緊張的我開始拼拼醞釀尿液 但我能感受到 我的膀胱殘尿速度 趨近於零啊 可惡 剛剛不應該只喝一碗脫槍呢 我趕緊去後面裝了一壺冷水狂灌 並希望這些水趕快進到我的膀胱裡面 結果 除了喝到快吐之外 一點尿液都沒有 死定了 要被罵人 不久後 就輪到了我們第四小隊 我拿到了一個上面有畫記號的塑膠杯 每個人都至少要裝超過那個記號的尿 這樣尿液體驗才測了出來 我瞬間覺得有希望了 因為這個量只要半杯而已 於是 我就滿懷希望的來到了廁所 將杯口揮著我的小飯盒 很好 尿出來了 感覺呢 沒了 這才不到杯子的十分之一啊 38號 你怎麼尿這麼少 呃 太緊張 尿不出來 我死都不敢講 我早上已經尿一大趴了 然後我就被帶到了走廊上的醞釀區坐著 醞釀區 顧名思義就是集結一群 尿量沒有達標的夥伴 旁邊有一個大水桶讓我們裝開水 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坐在寒流熄來的蒼廊中 往肚子裡狂灌冰冷的開水 我大概灌了三個水壺的冷水吧 在這期間 醞釀區越來越多夥伴 我想成功擠滿尿 離開了我 到最後 只剩下我一個人還尿不出來 看著眼前那位已經等著不賴凡的學長 他一定覺得 我環光過了有問題 大家都完成了 你再去尿一次看看吧 好的 第二次挑戰 我心中不停地吸倒著 而這次 三罐水壺的冷水 終於發揮了作用 哇 成功地達標了 生病從來沒有料得這麼開心一點 我開心的將我的喜悅拿給了學長 顯然 學長不會知道此刻的我 是多麼的雀躍 於是 料育檢驗 終於有機無限的結束了 這集感覺有點噁心 希望你們不是邊吃飯邊看 下一個故事 竟成功領受訓16天 完全沒大便的勇者 我的林冰 吳哥的故事 敬請期待囉